好,我們看這題好了 我們看一下 他說這個皮面上面 以這個03為領點 ok 然後呢,這個06為這個 焦點的泡霧線 那麼AB是這個泡霧線上面的一個點 A0的話是他的投影 然後呢,他滿足這個角 FPQ等於60度 請問你 那個B是多少? 好,那第一個題目 我們先把圖畫一下 來,我們畫一下吧 畫個簡圖 好,03為領點 換句話說03大概在這個位置 不好意思 我畫太快了 你知道為什麼畫太快嗎? 誰規定泡霧線往上 他當然也有可能往下 對不對 他的開口當然也有可能往上 也有可能往下 那之所以我可以看到 他往上的原因是音嗎? 他說06為焦點 所以換句話說 6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他的焦點F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 原來他的那個什麼 原來他的開口是往上 因為這樣才可以就在這邊 所以這裡是06 好,然後呢 有個P點是AB 那我們講說這裡是P點 P在這邊 看一下 因為題目這樣畫一下 他說FPQ FPQ是60度 A 你覺得會在哪邊 FPQ 看起來好像應該在這個位置 P在這個位置比較合理 為什麼? 因為這樣他可能出現 FPQ 這個講他可能出現60度嘛 對不對? 那Q大概在這個位置啊 Q是A0嘛 然後呢 P是AB 對不對? 然後這裡出現了90度 這樣才合理 會了 好,那 開始要 因為圖都要畫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要去解B吧 那B當然就是 顧名思義要找這段距離 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怎麼算 好,第一件事情是 我看這裡有90度 我就忍不住這裡 還要畫到90度 對不對? OK 那請問你 這一段是多少這一段? 這段應該是 A吧 對不對? 因為我這樣 我之前的設定寫AB嘛 所以這裡肯定就是AR 所以這個來色的部分呢就是A 那這一段呢 這一段呢 這一段是做啥? 這一段 你覺得怎麼樣? 這一段 嗯? 嗯? 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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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6 可以 B-6 但這不會是我一樣的 對不對? 你寫B-6OK啦 但現在重點是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這個060度啊 我們怎麼去使用到看啊 你知道嗎? 我現在我還是講一遍 不好意思 我圖畫得很醜 為什麼講 我想說我圖畫得很醜 是因為我的圖喔 會讓你誤導 所以你要自己想一下 我現在畫這個綠色這條線啊 不好意思 我現在畫出來這個綠色這條線 有沒有 綠色這邊 跟這個綠色的線啊 兩個會不會一樣長 我化解是沒有 可是兩個其實應該一樣長 為什麼你知道我兩個應該一樣長嗎? 因為其實這條線 這個Y軸這條線 其實就是所謂的什麼? 它就應該是準線 你說老師怎麼知道 因為我知道這邊是03 這邊是06 這個距離跟這個距離應該一樣 所以我看到說 原來這個H軸走其實就是所謂的準線 所以換句話說 我從拋污線的定義 拋污線上任何一點 我到 這個交點的距離 應該會等我到什麼東西 準線的距離嘛 所以我說我圖畫得很醜 所以如果你要畫漂亮一點的話 可能 你這個拋污線 你要畫得更廣一點 更快一點 不能像我這麼窄 你這麼窄的話 你圖就會畫錯 像我這樣畫得很醜 但重點是這樣 告訴你是什麼東西 這個你可以寫一下 這個避免你自己犯錯 好第一件事情是 來記一下是 PF 應該的PQ 因為從定義來看 你應該知道應該是要一樣的 OK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這裡是B的話 這裡應該跟的是B才對 對不對 如果這裡是B的話 這裡應該跟的是B 對啦齁 好 然後再來 這裡是A 可以吧 好 然後再來 其實我答案就已經快算出來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答案可以快快點算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 PF等於PQ 那就應該會等於 多少 PF等於PQ 就應該等於B 對不對 好 那 再來 請問你 B分之A B分之A 會等於多少 B分之A 這裡不是60度嗎 所以B分之A對於我而言是什麼東西 斜邊分之 對面吧 那不是應該等於 Sine 又是度嗎 那不就等於 2分之 更號3 對不對 所以我就知道說 原來我的A0 A0 我的A等於2分之更號3B 會啦齁 好 接下來 我們很快開始把答案寫出來 第一件事情是 你看一下 它開口不是往上嗎 你可以告訴我 這個泡物件的方程式 長什麼樣子嗎 這個泡物件的方程式 是不是應該等於 X 減掉 因為0.403 所以應該是 X減掉0的平方 等於 4C Y減掉 3 C是多少 你知道嗎 C C應該是3 C應該是3 C應該是3吧 因為我知道 他們的那個距離 0點到那個 交點的距離就是 我們那個C 所以應該等於3 所以整個整理一下 應該是 X平方等於 12倍的Y減3 對不對 那 你就把AB帶進來 進去就可以了 AB帶進來 X帶A Y帶B 所以原本是 A平方等於 12倍的 B-3 但現在告訴你 A不是等於 2分之根號3B嗎 把換去過去就好了 所以變成 4分之3B平方 會等於12 B-3 這樣會來 所以整理一下 就變成 B平方 會等於 16B 減掉48 好 好 所以 這個看起來 應該是要用 所謂的 十字教程嗎 還是用勾子 配方法 看起來是用 1 1 12 4 對不對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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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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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有可能出現結果是在另外這一邊 對不對 P有沒有這個位置 但重點是為什麼要用第一項線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看一下 這邊的話 B如果等於4的話在這個位置 他腳都不會是那個 60度 對不對 就會變成120 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EW6還要剛才補出現那個瑞角才對 所以4負荷的原因在那邊 所以大概B等於12 會了 OK 好 這個你把它寫上去吧